下面是与Ayana Howard的对话,她是一位机器人学家,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教授,并且是人机自动化系统实验室的主任,研究兴趣包括人机交互,家庭辅助机器人,治疗性游戏应用程序,以及极端环境下的远程探索机器人。 和我一样,在她的工作中,她非常在意机器人和人类,因此,我非常喜欢这次对话。 这是人工智能播客,如果你喜欢,请订阅YouTube频道,在Apple Podcast上给她五颗星,在Spotify上关注,支持Patreon,或者在Twitter上跟我联系,我的拼写是Lex Friedman,F-R-I-D-M-A-N。 我最近开始在介绍后做广告,在介绍完本集之后,我会做一到两分钟的广告,但不会在中间插入广告,以免影响听众的体验。 本节目由CashApp呈现,它是应用商店中排名第一的金融应用程序。 我个人使用CashApp向朋友发送资金,但您也可以使用它来购买,出售和存储比特币,仅需几秒钟即可完成。 CashApp还具有新的投资功能,您可以购买股票的一部分,比如价值亿美元,无论股票价格如何。 股票经济服务由CashApp Investing提供,这是Square的子公司和SIPC成员。 我很高兴能与CashApp合作,支持我最喜欢的组织之一,叫做FIRST,以及FIRST机器人和乐高竞赛而闻名。 他们在110多个国家教育和启发数十万学生,并在Charity Navigator上获得了完美的评级,这意味着捐赠的资金得到了最大的有效利用。 从应用商店或Google Play获取CashApp,并使用Lex Podcast代码,您将获得10美元,CashApp还将捐赠10美元给FIRST,这是一个我亲自见证激励女孩和男孩梦想,创造更美好世界的组织。 以下是我和艾安娜·霍华德·阿亚娜·哈博的对话。 在你曾经认识的机器人中,谁或者什么是最令你惊叹的,或者对你职业生涯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虽然我没有见过她,但我在她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那当然就是Rosie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因为,那Rosie是谁呢? 就是捷报人Jetton's动画里的那个,她可以成为每个人心中的万能机器人,对吧? 你需要什么,她就像变魔术一样实现了。 所以,人们不仅赋予了她人性化的特质,而且还把自己希望机器人具备的特点投射到了她身上。 另外,你想一想,她还非常善于社交,有时候还会有些小脾气,对吧? 她会让我们保持诚实。 当乔治、George做了些奇怪的事情时,她有时还会反驳,但是她关心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她就是完美的机器人。 你曾经说过,人们并不希望他们的机器人完美。 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Rosie有时会反驳。 是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机器人的普遍情况,我们需要他们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而通常这都与某些功能相关。 即使你想谈自动驾驶汽车,为什么会有这种兴趣呢? 因为人们真的很讨厌开车。 比如在周末开车可能还好,可以高速行驶。 但我们每天必须去上班,在堵车中度过一小时。 人们真的很讨厌这样的事情。 所以机器人的设计,基本上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所谓完美,来自于这种交互的方面。 如果考虑到我们的驾驶方式,如果我们驾驶得完美,那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对吧? 想想看,你要经过几次红灯,才能确保你后面的车不会撞上你。 或者那个小孩突然穿过街道,你就必须换到,因为路上没有其他车,对吧? 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都不是完美的驾驶员。 有些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世界。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完美的机器人,就像这个词的意思一样,他们是不能真正的与我们一起运作的。 你能详细谈谈完美这个词吗? 从机器人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以及当您描述不同的行为时,最佳行为如何与我们认为的完美不同? 是的,完美,如果你从更理论的角度来考虑,它与准确性密切相关,对吧? 所以,如果我有一个功能,我能否以100%的准确度和零错误完成它。 所以,这就是,如果你从这个词的角度来看,完美,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从机器人学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我们认为完美意味着完美的遵循规则,保持车道,换道吗? 绿灯时行驶,红灯时停车,而完美的看到场景中的所有实体,这是我们认为完美的极限。 我认为问题就在这里,当人们考虑机器人的完美时,最成功的机器人是那些所谓的完美机器人。 就像我说的,Rosie是完美的,但她在准确性方面并不完美,但她在交互和适应方面是完美的。 我认为其中一些不协调之处在于,我们真正希望机器人能够适应我们,而不是以100%的准确性,遵循我们刚刚制定的规则。 所以,我认为,有时候存在这种不协调现象,就是我们想要的和实际发生的之间存在差异。 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比如在我的研究中,最佳的,所谓的最佳互动是机器人基于个人的适应性,而不是100%遵循基于规则的最佳方法。 只是稍微提一下自动驾驶车辆,您认为,基于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这个问题有多困难? 在汽车行业有许多人非常自信,从埃隆马斯克到威某到所有这些公司,解决最后一公里有多难呢? 即在完美和人类定义的实际功能之间存在差距。 是的,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 我记得,当所有大公司开始大量投资时,有许多机器人学家和投入风险投资和企业的人士,埃隆马斯克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自动驾驶汽车将在五年内与人共同上路,那是一段时间以前的事了。 现在人们说五年,十年,二十年,有些人甚至说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我认为,如果你看一些正在取得成功的东西,那么就是这些基本上是固定环境,但仍然有一些异常情况的地方。 你仍然会看到有人走路,你仍然会看到商店,但你没有其他司机,就像其他人类司机一样,这是为汽车专门设计的空间。 因为如果你思考一下机器人总体上成功的话,那么哪里总是成功的呢? 我的意思是制造业,早些年,那是一个固定的环境,人类并不是方程式的一部分,我们比那更好。 但是,当我们可以挖掘出更接近这个空间的场景时,我认为那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 因此,在一个封闭的校园里,你没有自动驾驶汽车,也许有一些保护,这样学生就不会仅仅因为想看看会发生什么而突然跑到你前面去。 像有一点点,我认为,这是我们将来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而且会很缓慢。 对,不是55、60、70英里每小时,而是高尔夫球车的速度。 因此,成功的汽车工业机器人中,在真正人手中操作的那些,是在超过55英里每小时和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下行驶的,如特斯拉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 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两件事。 第一,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智能召唤,Smart Summit这个东西,它是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的一部分,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在停车场里慢慢地试图寻找你。 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生许多令人难忘和搞笑的事情,因为车子尝试着在停车场里慢慢导航,但它也体现出了机器与人之间美妙的非语言交流。 这与你在人机交互领域所做工作有关,所以你对此有何见解? 我有这个功能,你开特斯拉吗? 是的,主要是因为我是个科技迷,我认为它是一个配备了轮子的玩具。 我已经看过一些相关视频,但是,你作为一个人机交互机器人学家,你的感受如何?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但是我非常警惕,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尽管我在车里或者在进行像是自动倒车进入停车位,将车子开出车库,甚至在高速公路上使用准自动驾驶等类似操作时,我都会感到超级敏感。 我可以感受到自己在操作之中,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尽管我很警惕,但是,我也感到它很有趣。 而且,它确实会变得越来越好,每次我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它在学习,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你仍然需要保持超级警觉,所以,你并没有完全信任它。 没错,即便如此,你还在使用它。 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我身为机器人工程师的话,我们会谈到信任这个话题,你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你仍然使用它,是因为你迷恋小玩意儿吗? 像你只是享受探索科技,还是说正确的平衡在于使用科技和人类之间的联系,但不要信任它,最终产生的是一种积极的交互方式。 所以,我认为我,我并不完全信任科技,但我是一个早期采用者。 所以,当科技首次问世时,我会使用所有一切,但我会非常谨慎地使用它。 你是通过阅读手册,还是通过探索学习的呢? 我是一个探险家。 如果我必须阅读手册,那么,这就是设计的失败。 埃隆·马斯克非常自信,认为你可以将这一过程从现在推向全面自动化。 所以,从这个人类机器人的相互作用开始,在你并不真正信任它的情况下,尝试着去运用它,并在它出现问题时及时进行捕捉,它将会逐步提高自己的能力,直到最终不需要你的参与。 那么,你对这个发展轨迹有什么看法? 这可行吗? 所以,承诺就在明年年底,即2020年的末尾,你对特斯拉正在走的这条路线有什么感觉? 所以,有三件事正在进行中。 但我认为,就用户而言,人们是否会采用这个产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会的,对吧? 因为当你在一开始就非常敏感,然后科技往往能够良好的工作,你的恐惧感慢慢消失。 作为人类,我们倾向于极端反应,对吧? 这就像,哦,我之前非常害怕或者过于敏感了,但现在太棒了。 我们倾向于转变,这就是人性。 因此,你会有,我也,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对自动驾驶都非常不信任。 他们使用它,但并不信任它。 而且,当你允许自己看手机20秒钟时,这种想法就更加可怕了。 然后会有一个相移,从20秒变成30秒,一分钟,两分钟。 这是一个可怕的提议。 但这就是人类,对吧? 我甚至想到了,我们使用互联网的那些东西。 想想我们有多依赖某些应用程序和引擎,这是多么不靠谱的事情。 20年前,人们会说,哦,这是愚蠢的。 这毫无意义。 当然是错的。 但现在却变成了,哦,当然我一直在使用它。 它一直是正确的。 当然外星人存在,我从来没想过,但现在它说他们存在,显然是这样的。 百分之百,地球是平的。 所以,好的,但你说了三件事。 第一是人类。 好的,所以第一是人类。 我认为,会有一群人会转向,对吧? 青少年。 青少年,我是说,这将是成年人。 实际上,有一部分年龄段的人最适合使用科技。 你可以找到他们。 他们很容易找到,只要看他们的习惯和兴趣。 如果不是个机器人学家这样的人就非常适合。 他们愿意早些接受科技,对科技很熟悉,也不会过敏。 所以有一个目标人群会转向。 但另一方面,你仍然有那些人在路上开车。 这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 只要我们有行驶在同一条街道上的人,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你可能无法完全把握人类司机的那些荒谬行为。 比如,当你旁边开着一个写着学生驾驶员的汽车时,就像你说的一样,要么我要四处走动。 我们知道,那个人只会犯毫无意义的错误,对吧? 你会如何将这些信息映射出来? 如果我坐在车里,看到两个年轻人在闲聊,汽车后面没有学员驾驶的标志,我就会感到有些问题,对吧? 那么,如何让自动驾驶系统得到这种信息和经验呢? 类似的案例有数百万个,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微小的提示,建立上下文。 你刚才说了很美妙诗意的人性化话语,但是环境中可能还有一些细微的因素,例如,可能是通勤者下班回家的时间,因此,你可以对行人的群体行为做一定的判断。 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其独特的个性,波士顿的某些社区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来理解人类的行为动态,这是我们的大脑自己学习出来的。 你问是否有快捷方式? 是否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机器人快速学习这些知识呢? 就像飞鸟一样,我们需要建造一个会飞的鸟吗? 还是可以建造一架飞机? 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固定的空间,例如一个新的智能城市或社区,这个空间可以让机器人来学习和适应, 然后进行测试和优化。 我们将会设计这个新城市的基础设施以支持自动驾驶汽车。 我们考虑到存在异常情况,人们也是这样。 我们会基于这些假设进行设计。 这是一种捷径,这里仍有人员存在,但我们会采取特定措施,尽量减少干扰噪音。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人们可以接受自动驾驶汽车,他们愿意搬进这个区域,因为这是地产宣传的一部分。 这样可以缩短实施时间,并且能够收集关于人和汽车行为变异和异常数据,让人们感觉到此处更加安全和舒适。 当然,由于自主选择,人们可能也更加容易原谅和接受突发事件的发生。 关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三种方法,你觉得我们是否都已经涵盖到了? 第三点是法律法规及其责任问题,这个话题我不想再继续深入了,但事实上确实需要关注。 政策和政府的混乱也需要解决。 总之,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 如果从机器人视角看待车辆行为,你会发现他们总是在威胁对方的性命。 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车辆必须表现出一定的果敢和冒险精神。 若将其简化为客观函数的计算,其中包含了可能发生意外伤害的概率。 这个概率需要兼顾伦理道德和人们的尊重度,以避免被误解和攻击。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在这里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怎么解决呢? 从机器人的角度来看,当危险和人命攸关时,我们该如何解决? 是的,正如他们所说,世人不是汽车杀死了人,人杀人。 对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机器人算法会杀人。 对的,这将是机器人算法的问题,而不是开发人员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其中一个问题是,人还是处于环节中,并且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即使是开发人员,人也将始终处于环节中。 就像我们不一定处于这个阶段,其中有些人可能正在编程自主机器人具有不同行为。 对的,很抱歉打断了,一个开发人员要对人类死亡负责,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社区的道德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吧? 因为这是真的,如果您考虑一下,您基本上可以说,我不会开发武器化AI,对吧? 就像人们可以说,我不会做那个。 但是,您正在编写算法,可能用于医疗保健算法,可能决定,这个人是否应该得到这种药物。 他们没有,他们就死了。 好的,那么这是您的责任,对吧? 如果你在编码时,没有意识到你拥有这种力量之类的事情,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 是,就像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这个责任,当我们为机器人和计算设备编程时,比我们实际上做的要多得多。 是的,所以不考虑伦理道德并不是一个选项。 我认为,大多数计算机科学家都这样认为,有点热门话题,我在考虑偏见等问题,但是,通常只有一小部分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喜欢机器人技术的人们会说,嗯,我不需要考虑那个,有其他聪明人在考虑它。 似乎每个人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你无法逃避伦理问题,无论是偏见还是与人类相关的道德方面,每个人都要考虑。 所以想一想,我可能会暴露自己的年龄,但我记得,我们没有像测试员那样的开发者,对吧? 那么你会怎么做? 作为开发人员,你必须测试自己的代码,对吧? 你必须经过所有情况,并弄清楚它。 然后他们意识到,我们可能需要测试,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所有的东西。 从那时起,大多数开发人员会做一些测试,但通常只是,好的,我的编译器出了问题吗? 让我看看警告,这可以接受吗? 就像一个开发人员,通常会考虑的那样,并且你会假设他会进入另一个流程,并进行测试。 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到那些早期的日子,当你是一个开发者,你在开发时,应该说,好的,让我来看看这个的伦理结果,因为没有第二个伦理测试者,对吧? 就是你,我们在早期的编码日子里,就是这样做的。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伦理方面所处的地方,让我们回到一些好的实践方式,只是因为我们正在开拓这个领域。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不得不感受到它的重要性,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感觉,因为我从人们那里收到了一个以上的信息。 你知道,最近我不幸引起了一些注意,因为我在开发半自主车辆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所以拥有半自主权意味着人们会变得麻木不仁,等等。 这实际上是如我们所描述的人类。 由于这个想法,我们正在创造自动化,会有人因此受伤。 我认为这很美好。 你知道,有很多个晚上,我因为这个想法而无法入睡。 你真的会想到,可能会有人因为这项技术而丧命。 当然,你可以开始理性地说,四万人每年会在美国死亡,而我们正在努力挽救生命。 但实际情况是你写的代码可能会杀人。 这是一个重要的负担,随着你设计代码而需要承担。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正确地培养这个概念,我甚至不认为它是个负担。 我并不是说编码就像做医生,但是想想看,医生如果遇到自己的病人未能幸存的情况,他们会放弃吗? 不会的,每次他们进来时,他们都知道这个病人可能不会活下去。 所以,当他们做出每个决定时,他们都会把这个想法留在脑后。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教授这些工具呢? 他们被赋予了一些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免变得疯狂。 但我们没有为他们提供这些工具,所以,这感觉像是个负担,而不是我拥有了一份伟大的礼物,我可以做出极好的贡献,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只是稍微改变一下信息的传达方式,伟大的礼物,成为一名开发人员,同时也伴随着伟大的责任。 这是如何结合起来的? 但你认为呢? 这真的很有趣。 其实,我没有什么外科医生或医生朋友,那么,如果因手术失误而导致某人死亡,你会有什么感受? 在医学院里,他们是否教授过如何接受这种风险的方法呢? 因为我经常从事医疗机器人工作,所以,我从未失去过一个病人。 例如,第一个总是最难的,对吧? 但他们真正教会了价值观,对吧? 所以,他们教导责任,同时也教导价值观。 例如,你可以拯救四万人,但为了真正感到满意,当你做出决定时,你必须能够在结束时说,我已尽我所能,对吧? 而不是,我只是选择了第一个小部件,对吧? 因此,每个决策都需要经过仔细的思考。 这不是习惯,也不是像让我只需取用我朋友给我的最佳算法这样的行为。 而是要问自己,这就是最好的吗? 我是否已经尽最大努力做好事? 所以,你说得对,我认为,负担这个词是错误的。 它是一份礼物,但你必须极其认真地对待它。 没错。 稍微有点相关的是,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和我们的机器人创造物的丑陋真相,您讨论并强调了可能影响各种机器人系统功能的偏见。 如果您还记得,您能否举例说明一些? 有很多例子。 我通常,什么是偏见? 对,偏见不同于偏见。 偏见是我们对特定群体,习惯和身份等所有事物都有这些先入之见。 因此,当我们解决问题并做出决策时,这些先入之见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铲除和结果。 所以,偏见可以是积极的和消极的,那么偏见是负面的偏见吗? 偏见是消极的,对吧? 偏见是说,你不仅意识到你的偏见,而且还会带来负面结果,即使你意识到了,例如,也可能存在灰色地带,总是存在灰色地带,这就是所有伦理问题的挑战所在。 所以,我总是喜欢,所以,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实际上,我觉得,这可能已经在报纸上了,因为我认为,我谈到了自动驾驶汽车,但是想一想吧。 对于青少年来说,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收取相当多的钱,如果你有一个十几岁的司机,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年龄歧视,对吧? 但没有人会说,我的意思是,家长会有点不满,但没有人真正说,这是不公平的,这很有趣。 我们不,没错,没错,几乎所有的人类因素和安全研究人员,我的意思是,他们对青少年非常无情地进行批评,而我们不去质疑,这样作者是否合适。 事实上是年龄主义,对吧? 绝对是年龄主义,毫无疑问,这就是灰色地带,对吧? 因为你知道,青少年更有可能发生事故,所以实际上有一些数据支持他,但是,如果你拿同样的例子,然后说,我将提高波士顿某个区域的保险费,因为那里发生了很多事故,然后,他们发现,这与社会经济有关。 那么,这就成为问题了,对吧? 像这样是不可接受的,但是青少年,也就是年龄,是反对年龄的,对吧? 我们通过对话,通过交流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我是说,在历史上,什么是道德或不道德的定义都发生了变化,希望总是更好。 正确,正确。 那么,在算法中的偏见或偏见的例子,你有什么想法吗? 所以,我经常考虑医疗领域,因为从历史上看,对于保健领域而言,存在着这些偏见,主要基于性别和种族。 年龄少一点,但不是太多。 如果你考虑FDA和药物试验,很难找到一个不孕不育的女人,因此,你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水平测试药物。 这就是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 如果你考虑到机器人技术,比如说,我想设计一款外骨骼,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材料? 重量应该是多少? 外形因素应该考虑哪些? 你要为谁而设计呢? 我会说,在美国,女性的平均身高和体重与男性略有不同。 那么,你要选择谁呢? 如果你没有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些问题,比如说,当你设计算法并设计控制系统,立合扭矩时,如果你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型的身体结构,那么你会按照自己的习惯设计。 哦,这个设计适合我实验室里所有的人,对吧? 所以,从一开始,就思考就非常重要。 那么,关于那些基于数据训练的算法呢? 遗憾的是,我们社会已经存在很多负面偏见了。 即使我们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收集大量数据,其中也会包含我们社会存在的同样偏见。 所以,你有烦恼吗? 是的,你其实说过一些话。 你曾经说过我们存在偏见,但希望我们能从中学到东西,并变得更好,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处于这个位置,我们正在收集历史数据。 因此,它是基于我们知道,其实是不好的事实,但这些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数据,我们正在尝试着去解决它,但我们解决的问题仍然会基于最初使用的数据。 放到之后再解决吧。 因此,所有的决策都要考虑其中的因素,你可以从整个预测警务,犯罪待犯率的角度来看待它。 最近有一篇有关医疗保健算法的论文,标题很轰动。 我不支持标题党,但你会看到它的内容,它会让你看到这个话题的实质。 如果你可以告诉我,医疗保健领域存在哪些偏见,我会很感激。 你已经提到了一些。 有一篇标题是关于种族主义AI算法的文章,标题明显吸引人。 但是,这篇深入研究黑人和白人女性之间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差异的文章并没有魔幻的标题。 它揭示了人们在某些结果上存在某些偏差,这与种族和年龄等相关。 记者们通常会夸大事实,用显眼的标题来吸引读者,但是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会误导公众的观点。 我们需要做得更好,这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应该否认AI的价值。 尽管AI也存在问题,但最极端的情况下,AI仍然比我们好。 我们需要改善AI算法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遵循一定的准则,不断完善我们的工作,AI就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进步。 我们不能忘记AI算法的价值,不能放弃使用它的可能性。 但是刚才你说的话真的很重要,也就是说,这还是比没有好。 作为开发者,我们很少得到足够的赞誉,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你可以随时置于软件,而且很难说,这家医院或这座城市是否存在问题,除非有人提起公民诉讼。 但是,有了AI,它就可以处理所有数据,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反馈循环,而不是等待某个人对另一个人提起诉讼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利用这种力量,而不是只关注骇人听闻的标题,需要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并表示,我们正在努力修复,因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人脸识别技术,Joy曾经指出一些公司的问题,大多数公司都感到尴尬,但下一次,他们把问题解决得更好了。 我认为,这种对话有助于推动更加公平,无偏见和道德的技术发展,前提是,我们需要有欣赏美好事物的开发者,以及有批判精神的开发者,他们愿意听取用户反馈,改进产品。 所以说,AI也许有缺陷,但它仍然比人类更好,这让我想到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其实也有缺陷。 你认为,或者你之前也提到过司法,你是否希望AI能够当选总统或者掌管国会,成为人民强有力的代表? 我提到过,我真正相信的是AI与人类的合作,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我不相信,或者说我不愿意相信,我们应该让AI担任总统,但我确实相信,总统应该把AI当作顾问,对吧? 就像,如果你想想的话,每个总统都有一个内阁,由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组成,他们应该被听取,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你把聪明的人放在某些问题上,让他们交流意见。 我不明白,为什么AI不能作为其中一个提供建议的智囊团成员? 也许在医疗保健方面会有一种AI,也许在教育领域会有一种AI,就像那些人类正在处理的所有问题一样,对不对? 因为最终,做出决策的是人,而且我认为作为世界,文化和社会,我们不会完全认同,这是我们自己的谬论。 但我们需要看到领导者,人物是人类。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领导人拥有大量的建议,对吧? 当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并不是他们早上醒来时,就有了一个崭新的想法。 通常是,好的,让我听听。 我有一个好主意,但我需要一些反馈。 像,好的。 然后,他会想,是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 或者说,让我回去再想想,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解决方案了,但对于存在于我们的算法中的偏见,是否有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超出了我们刚才讲述的内容。 因此,我认为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找到系统化的方法,来进行反馈和修正。 目前,这是临时性的,对吧?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似乎不公平的结果,他们会发布并写一些文章。 然后,无论是开发者,还是采用算法的公司,都会尝试修复它。 因此,它真的是临时性的,而且不具备系统性。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认为还有很多需要关注的方面被忽略了。 虽然我现在没有解决方案,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其中之一是通过向企业发难,比如说,企业在考虑产品时,除了聘请那些专门负责检测漏洞的工程师, 也应该设立奖励机制,为于能够发现安全漏洞、伦理漏洞和不公平漏洞的人员进行奖励。 这样既展示了企业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又无需耗费公司内部资源。 此外,由于每个人对研究领域的兴趣不同,因此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而推动数据驱动的全面发展。 如果我们以推着这样的公司为例,它最近因歧视某些政治信仰而备受指责, 但许多人提供的证据只是基于个人偏见或者狭隘的经验。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加客观的数据来评估和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些意识证据。 作为一样公司,你应该如何以健康的方式,就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进行讨论? 当人们只是对一些事情感到愤怒时,我们如何使算法变得更具道德性呢? 就像他们对某些难以从大数据驱动的角度来看的意识证据感到愤慨一样。 你是否对像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有希望呢? 是的,我认为,有几件事情正在发生。 首先,我们要记住的是,我们正在变得依赖技术。 我们也变得依赖很多这些应用程序和资源,对吧? 因此,其中一些是愤怒,就像我需要你一样,而你并没有为我工作,对吧? 没有为我工作,好吧。 但是我认为,我希望能有一点重新思考的改变。 因此,其中一部分是想,哦,我们会在内部修复它的。 不,那就像是,好吧,我是一只狐狸,我要看着这些母鸡,因为我认为,狐狸吃鸡是个问题。 不是吧? 像好公民一样说,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愿意向其他人开放,并让他们来看看,而不是试图在内部修复它。 因为如果你在内部修复它,就会存在利益冲突。 如果我发现了什么,我可能会想修复它,希望媒体不会报道,对吧? 这就引起了不信任,因为内部的人会生气,并谈论如何取消简历调查,因为它不好。 像好人一样,只需说,我们有这个问题。 社区,帮助我们解决它。 如果你做到了,我们会给你找bug的费用。 你曾经希望社区,我们作为一个人类文明,整体是善良的,并且可以信任,来引导我们文明未来走向正面的方向吗? 我想是的。 所以,我是个乐观主义者,而且历史上总会有一些黑暗时期。 我觉得,现在我们正处于那种黑暗时期。 我真的这么认为,哪方面? 极化问题。 而且不仅仅是美国,对吧? 如果只是美国,我会说,是美国的问题。 但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这种极化现象。 所以,我担心这个问题。 但我根本相信,归根结底,人性是善良的,对吧?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每当有一种情况,使人们处于危险之中。 例如在亚特兰大,我们遭遇到了雪灾,人们可以拿来开玩笑。 当时,城市因为一点点雪和冰而关闭了。 但当时有人打开家门说,嘿,你没地方去,来我家吧。 旅馆只能说,在地板上睡觉吧。 就像杂货店那样,说,嘿,这里有食物。 没有问,你要付多少钱。 它真是一个社区。 像素不相识的人之间,陌生人会说,我能带你回家吗? 那是一个让我认识到,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同情之爱。 只是,当所有这些都被照顾好了,人类就会感到无聊,爱看戏剧。 我认为,这种分裂几乎是时代的一个标志,即它只是从某种令人不快的哺乳动物水平上,让人娱乐,与他人意见不合。 而推特和Facebook实际上正在利用这一点,因为它会带你回到平台上,他们受广告商驱动,所以他们赚了大钱。 所以你回来并点击了,爱情并不像广告那样好卖。 它不是。 那么,在我问你几个关于NASA喷起推进实验室的问题之前,你曾经看过2001太空漫游吗? 看过。 好的,你认为HAL9000,所以,我们谈论伦理道德。 你认为HAL在任务的优先级上,把宇航员的生命滞后,做得对吗? 你认为HAL是善良还是邪恶? 这些问题很简单。 是的,HAL被误导了。 你是管理类似HAL算法的人之一。 那么你会做得更好吗? 如果你思考发生的事情,没有故障保护措施,对吧? 那么什么是完美呢? 我想制作一个我认为完美的东西,但如果我的假设是错误的,它就会基于错误的假设而完美,对吗? 这是你部署之前不知道的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哦,出了问题。 但这意味着,当我们设计软件时,比如Space Odyssey中的软件,当我们发布这些东西时,必须有一种故障保护措施,必须有一种方法。 一旦它发布了,我们可以给它打F,它就失败了,不再继续进行,对吧? 在这方面,有一些方法可以将其带回并删除它,因为这就是HAL的情况。 假设错了。 基于这些假设,它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根本无法更改这些假设。 更换到回退时,就需要一个人来掌管。 所以你最终认为,应该像人一样思考,而不是完全依赖于AI。 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实际上是要参与其中。 那么,回顾一下,NASA当时在机器人太空方面,有一些令人着迷的事情吗? 或者一般来说,你有机会玩过哪些东西,还有在NASA工作的回忆? 是的,我的一个最早的记忆是,他们正在研发一种可以进行眼科手术的外科机器人系统。 这是在92年,93年,94年左右。 所以,这就像是一种远程操作。 是的,它是远程操作。 实际上,您甚至可以在一些旧的技术报告中找到相关内容。 就像现在,我们有了达芬奇,对吧? 就像那个时候,大约是在90年代末,我记得有一天,我走进实验室,然后我就问,这是什么啊? 当然,那东西看起来不怎么好看,因为NASA的技术还不够成熟,但这个设备是有用的,而且它能让一个人通过触觉来进行手术操作。 他们制作了一个模拟人脸的模型,并且,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眼球和小蒜头。 我当时感到非常惊喜,因为它超乎我所想象的事情。 这种精度是最惊人的,我认为,首次亲眼见到这种人机交互的机器人是最令人难忘的,因为我之前只见过那些大型的机器人用于制造业。 但这一次,机器人与人在同一个空间里,我与他们见面了,感觉就像魔法一样。 最近,我遇到了来自波士顿动力公司的Spot Mini,对于我来说也是改变了生命的一刻。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人机交互方面,我意识到,人类有多容易赋予机器人以人性化的特征,这种感觉几乎像是爱上了它。 当然,我之前也在视频上看到过这些机器人,但见面时的一对一时间确实与众不同。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机器人,让你也会爱上机器人呢? 就像与真人见面一样,我从12岁起就喜欢机器人,甚至想成为机器人学家。 我的动力来自《超级女王》这部电视剧,那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但我并没有遇到过像电视剧中那样的机器人。 不像我当时和你相见的时候,我看到你就像,哦天哪,你是真的啊? 只是在《仿生女超人》里有你的角色,因此我看了一点,然后觉得这是一部,没什么冒犯的了,很糟糕的影视作品。 如果现在再看它,就会有那种廉价感。 我最近看了一些重播节目,还是这样的感觉。 但当时也许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吧。 特别是声音效果,当年年纪小的时候,也许会被吸引住。 不过你对它的哪一方面产生兴趣了呢? 你提到了人体与机械的结合,你是认为它更像是机械方面,还是构建了一个人工生命体? 你是被它的智能部分所吸引,还是整个构造都吸引你呢? 对我来说,如果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可能会更喜欢从事生物医学工程师的工作,因为吸引我的是那些部件,比如仿生手臂、肢体等等。 你对类人或人形机器人特别感兴趣吗? 我会说是人形机器人,而不是类人机器人,对吧? 当我说人形机器人时,我想的是,那种与我们进行社交互动的方面,就像狗一样。 因为它能理解我们,并且以非常社交的方式与我们互动。 好的,稍微谈谈NASA吧,你有其他关于NASA的记忆吗? 同时你认为,未来机器人在太空中的作用会是什么呢? 我们提到了NASA正在研究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器人,思考着我们人类文明在进入太空时,机器人的未来是什么? 嗯,就近期而言,他们刚刚宣布了一款要去月球的探测车,当然,这挺激动人心的,但只是近期的计划。 我最喜欢的系列节目是《星际迷航》,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希望能像《星际迷航》一样,即使我计算年份,我也不会活着,但我真的,真的希望能生活在那个世界里。 就像在太空中生活一样,即使只是在开始阶段,比如说,像探险家一样,所以基本上是生活在太空中。 是啊,和什么机器人一起呢?什么是机器人?和Data一起?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Data必须有一个人类化的特点,即使那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所以Data是一个拥有类人性质的机器人。对,没有情感芯片。是的,你不喜欢情感。好吧,所以有情感芯片的Data有点混乱,对吧?它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问题在于,情感让我们变得不理性。这是问题所在。但是,即使基于情感场景,它也可以思考问题,对吧? 基于利弊得失。但是,一旦你让它变得情绪化,评估指标之一就是它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周围的人,对吧? 就像我们小孩子时那样,我们在年轻时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非常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难道不就是情感芯片的早期版本吗? 我没有看过很多星际迷航,除了我也遇到了成年人,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发展过程。我相信有很多心理学家可以进行研究。例如,你可以拥有一个60岁的成年人,他们的情感成熟度只有10岁,对吧? 因此,人们需要经历各种阶段才能进化。有时候,你会被困在某个阶段。因此,当涉及到人机交互时,心理学在其中的作用有多大呢? 这是机器人领域中很少提到的话题。当你必须让机器人真正的与人类互动时,非常重要。我们,我的团队以及我阅读了很多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文献,因为他们了解很多关于人类关系以及发展里程碑之类的内容。 因此,我们倾向于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试图进行匹配,以此来判断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是同样的吗?有时候是相同的,而有时候则不同。当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尝试去弄清楚为什么在这种情境下它不同呢?但是,在另一种情境下,它又是相同的,对吧?因此,我们经常试图这样做。 如果我们正在展望人与机器人交互的未来,你会说心理学方面最困难吗?就像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我不知道你是否考虑过。我的意思是,一个问法是你认为自己是机器人学家还是心理学家?哦,我认为我是扮演心理学家角色的机器人学家。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二十、三十年后,你是否会越来越多的涉及心理学方面? 换句话说,人与机器人交互中的困难问题是否从根本上属于心理学,还是仍然属于机器人学,例如感知控制、规划等等。 实际上,两者都不是。最困难的部分是适应和交互。因此,这就涉及到界面和学习。所以,如果我想象一下,我现在更多的是机器人学家兼人工智能专家,而最初我是研究仿生学的。 我是电气工程师,控制理论方面比较擅长。后来,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算法需要人类数据。于是我就想,好吧,这个人类的东西是什么?我该如何将人类数据整合进来呢? 然后,我意识到人类感知方面有很多内容。因此,我就尝试弄清楚如何为我的算法建模人类感知,并因此成为了一个人机交互的专家。 然后,随着你的深入研究,你就会变成一个人工智能专家。所以,我看到自己在这个人工智能世界中不断发展,在机器人的镜头下,有着硬件并与人们互动。 所以,你是机器人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研究员,但其他人,你知道,只有少数人,是一个小而激烈的社区,但他们中大多数人不会走进HRI的旅程,不会与人类互动。 那么,你为什么要勇敢地与人类互动呢?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这也是非常有风险的。 当我开始这段旅程时,我知道这非常有风险,在这个正在细微发展的世界中。 我们甚至没有会议,对吧?因为它是有趣的问题,这就是驱动我前进的原因。 事实是,我看了看应用领域和问题,觉得很有兴趣。 这促使我努力去了解人类是什么,人类如何适应机器人。 如果这些问题不那么有趣,我可能还在向冰川发送探测器呢。 但这些问题很有趣,也很难。 我喜欢走进一个房间,然后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回去说,好的,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走进去就知道一切,那并不能激励我。 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去某个地方挣更多的钱,对吧? 我认为,我留在学术界并选择做这件事,是因为我可以走进一个房间,然后说,这很难。 从我的角度来看,也许你可以纠正我,但如果我广泛地看整个人工智能领域,似乎人机交互有最多的开放问题之一。 相对于愿意承认这些问题的人数,人们尤其害怕与人类互动,所以,他们甚至不承认有多少开放的问题存在。 但是,就在解决令人兴奋的难题方面,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你之前提到了信任,在与自动驾驶交互以及医疗场景下,信任在人机互动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因此,在这个领域,我研究的一些问题并不仅仅是信任,而是超级信任。 你如何看待超级信任? 首先,什么是信任和超级信任? 基本上,我认为,信任不是你在调查中点击的东西,信任是关于你的行为。 因此,如果你按照技术的决策或行动来与技术进行交互,好像你信任该决策一样,那么你就是信任的。 即使在我的团队中,我们也做过关于机器人信任的调查。 当然不会。 你会在一个楼房中跟随这个机器人吗? 当然不会。 然后,你看看他们的行为,你就会想,明显你的行为不符合你的想法或你想象中的想法。 所以,我真的很关心行为,因为这在最后影响你周围的人。 并不是你走上街头之前,你点击了我不信任自动驾驶汽车的选项。 是的,从外部人的角度来看,这总是让我感到沮丧。 我读了很多书,所以,在某种哲学意义上,我是个内部人。 对于我来说,信任在调查中经常被使用,并且人们会根据他们得到的任何发现提出不同的说法,而这些发现完全是基于调查中的回答。 你说的很好,就像你所说的,行动才是信任,其他的一切都不能相提并论。 这就像你在实际行动中编织出的荒谬滑稽的诗歌。 一些人可能会说他们信任自己的妻子、丈夫或者没有信任,但是,他们的行动才是最有代表性的。 你窃听他们的车,可能是因为不信任他们,我信任他们,只是想确认一下。 不,那是啊,即使是考虑汽车,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案例。 我曾经在这里,肯定是坐Uber或LIFE过来的,对吧? 我记得当他第一次出现时,对吧? 我敢打赌,如果当时进行了一项调查,你愿意坐车与一个陌生人并付钱吗? 是。 你认为有多少人会说,真的吗? 更糟的是,你会在凌晨一点,坐陌生人的车回家吗? 作为一个单身女性。 是的,有多少人会说,那很傻。 是啊,现在看看我们在哪里。 我的意思是,人们会把孩子放在那里,对吧? 比如,我的孩子必须去上学,我会让我的孩子坐在这辆陌生人的车上。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认为,自己在思考的事情,未必是与我们的行为相匹配的。 对于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你所使用的所有种类的机器人,它对互动起到什么作用? 你认为呢? 比如,相信机器人是好的吗? 过度相信意味着什么? 或者,像当前的自动驾驶功能一样,感觉如何? 从机器人专家的角度来看,是非常谨慎的吗? 是的,所以,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的领域。 但基本上在完美的世界里,我希望的是,当技术百分百正常工作时,人们会信任技术,并且人们会过度敏感,并识别它何时失效。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那个世界。 这是理想的情况。 但我们发现,人们会突然改变态度。 这意味着,如果我的第一个印象,而我们有一些论文,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对吧? 如果我的第一次接触科技和机器人是积极的,那么,就能减少任何风险,并且与最佳结果相关联。 这意味着,当它出现错误或故障时,我更可能不会注意到,或者更容易原谅它。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科技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对吧? 它可能很完美,但并不是绝对准确的。 你认为,该如何做到做好第一步呢? 同时,还有一些关于系统能力和局限性的教育。 你知道该如何在第一次互动中,正确地教育人们吗? 这依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其中一项研究给我带来了一些希望,这项研究试图解决如何在机器人领域做出贡献。 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医疗人工智能系统的,向放射科医生提供关于X光片上需要查看哪些区域的信息。 这项研究发现,当系统只提供一种选择时,要么完全不信任它,要么过度信任,就会错过一些东西。 相反,如果系统给出多个选择,即使它已经估计出需要查看X光片上的顶部区域,它也会给出一个加上其他选择的选项,这样可以保持信任,并提高整个人群的准确性。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相信系统,但又要在方程中加入一点,向人类决策处理这样的人类专业知识,这有助于缓解过度信任带来的风险。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平衡,需要找到方法去解决。 机器人领域仍然是一个开放式研究领域,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放研究领域。 那么,人机交互的一些令人兴奋的应用是什么? 你创建了一家公司,也许你能谈谈那里的努力,但是总的来说,机器人在哪些领域与人类进行交互并提供帮助呢? 嗯,除了医疗保健,因为你知道,这是我的偏见透镜。 我的另一个偏见透镜是教育。 我认为,首先,我们在美国和老师们一起做得很好,但有很多学区没有足够的老师。 如果您考虑至少公立教育的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在某些地区,它是疯狂的。 就像,你怎么能在那个教室里学习呢?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 因此,如果您考虑机器人技术,将其引入课堂以及课后空间,则可以弥补某些社区缺乏资源的情况。 然后另一端的打开是使用这些系统进行专业培训,并处理一些后来会出现的问题。 例如失业,考虑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需要重新培训和发展工作技能。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推动的激动人心的领域。 并且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您认为,在教育中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呢? 对于需要重新培训,需要开拓新的工作领域的年轻人、老年人或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们,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您认为,机器人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有参与度方面,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找出参与度。 这不是,你说的参与度是什么意思? 因此,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否专注,我们可以理解这点。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结果,基于任何概念的个性化适应很好。 因此,想象一下,我正在与一个孩子一起学习代数二,并且我有一个代理,那么,这个代理能否切换并交受一种新的编码技能给被解雇的技工? 硬件可能相同,但内容不同,针对两个不同的参与对象族群。 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你认为,在人与机器人的互动中个性化有多重要? 而且不仅仅是针对机械师或学生,而是针对每个独立的人类个体。 我认为个性化非常重要,但有一个警告,如果我们能够将其个性化到群体,我认为我们会没问题的,对吧? 所以,如果我可以将你标记为某些特定的维度,即使可能不是你特别,我也可以将你放入这个群体中。 这就是样本量,这就是他们最好的学习方法,也是他们最好的交流方式。 甚至在这个层面上,它也非常重要。 而且,因为,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型教室中进行教育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对吧? 你是按中间数教学的,但有些人正在挣扎,而那些非常聪明的人通常被忽略了。 所以,非常聪明的人可能会造成破坏,而那些挣扎的人可能会造成破坏,因为他们都感到无聊。 如果你缩小群体的定义或规模足够小,你就能够满足他们的个体需求,而不是满足最重要的群体需求。 这也是许多成功的Spotify等推荐系统所做的事情。 但可悲的是,作为一个音乐听众,可能在某种大型群体中,非常可悲的是,我们被标签化了。 是的,我被标签化了,并且成功地被标签化了,因为他们能够推荐我喜欢的东西,但将其应用于教育,对吧? 没有理由不能这样做。 你对我们的教育系统抱有希望吗? 我对职业发展的希望更大,这是因为我看到了投资。 即使你看看教育方面的风险投资,大部分最近都投向了职业在培训,对吧? 所以,我认为政府的投资正在增加。 这是一个观点,一些观点基于恐惧。 就像人工智能将接管所有这些工作一样,那我们该如何处理那些由于我们公民未缴纳的非税收入呢? 所以,我更为乐观。 但对于早期教育,我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仍然存在资金来源问题。 而且,你要等16到18年才能看到它的成果。 这让人们难以理解。 但就在培训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有一位名叫安德鲁扬的候选人竞选总统,他说会有种AI、自动化、机器人会普及。 普遍基本收入。 普遍基本收入以支持我们,因为自动化使人们失去了工作,并允许你探索和寻找其他手段。 那么,你是否担心自动化和机器人对社会的转变影响呢? 我确实担心,我确信AI和机器人将替代工人,但也会有其他工人重新定义新的工作。 我担心的是工作类型,不是所有工作都会消失。 我担心的是出现的工作类型。 像毕业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人会没事。 我们为他们提供技能,即使他们目前的工作消失了,他们也会适应。 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些没有这种教育质量的人,他们有能力和背景来适应这些新工作吗? 这我不知道。 这让我担心,这将在我们的社会中,国际上以及各个地方造成更大的分化。 我也担心没有平等地使用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例如AI可以做什么和机器人可以做什么。 我担心这一点。 像我这样的,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或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没问题,对吧? 但这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更加全球化的思考,让人们能够接触到这些美好的事物,无论是医疗保健、教育、政治等方面的AI。 这是你所谈论的,制造技术的人必须思考道德,思考使用权限以及所有这些事情。 不仅仅是一小部分人。 让我问一些哲学,略带浪漫色彩的问题。 听到这个问题的人可能会说,又来了。 你认为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一个人们可以爱上他,并且他会回报这种爱的人工智能系统吗? 例如电影《他中的情节》。 是的,尽管他没真正爱上他,或者说他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都爱上了他,类似这样的人物。 你是那种极度心强的人,我懂了。 我们人类就是那种具有极度心的类型。 是的,因此我相信我们可以设计出让人们会爱上他们的机器人和AI伴侣的系统。 这一点我确信。 因为实际上我不喜欢使用操纵这个词,但正如我们所见,某些人可以被操纵,如果你了解相关的认知科学,对吧? 没错,所以我指的是,如果你把所有亲密关系和爱情普遍视为一种相互操纵的方式,这个dance,人类之间的dance,我的意思是,操纵是一种负面的含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不喜欢使用那个词。 我想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你所说的可能是可以算法化的,或者说能够成为一种关系构建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想想吧,我们有,我不用约会网站,但据我听说,有些人正在约会,也从未见过彼此,对吧? 事实上,我认为,有一部电视节目试图挑出假的人,这件事也会有节目报道,没错吗? 因为人们开始伪造,那么对于另一端的那个人,变成一个AI代理人有什么不同呢? 你通过远程交流建立关系,就像与人交往一样,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功。 关于人类与机器人的互动,情感数据的作用可能在实现上也会带来问题。 我想问的是,在好的人机互动和类似爱情之类的情感体验中,情感和其他一些不完美的特质扮演了什么角色? 嗯,关于这个问题,人工智能代理能够爱回人类吗? 我认为,他们可以模拟出爱的感觉。 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编程时,会在特定情况下把别人的需求放在他们自己的需求前面,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投资回报。 在这个等式中,对方的幸福就是其中的一个算法,因为我关心他们,这就是唯一的原因。 如果我关心他们并表现出来,那么我的最终目标就是保持互动的时间长度。 其实可以很容易地想出如何做到这点,但这不是爱。 嗯,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认为它模拟了爱,因为我们没有对爱的经典定义。 我们也无法看到彼此的思维过程和算法。 我的意思是说,尤其是当这种情感是学习得来的,特别是当整个系统都存在着一些神秘和黑匣的性质时,有可能吗? 这与系统表示,我有意识,我害怕死亡,并且表明他爱你的情况有何区别呢? 还有一种说法,你认为未来机器人是否应该有权利? 你以科学的方式描述了机器人,而且这种人机交互体验很有说服力,让你相信机器人关心你的需求,甚至像爱你一样。 但是,如果机器人说,请不要关闭我,如果机器人开始让你感到存在一种实体,一个存在,一个灵魂,那该怎么办呢? 你认为未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希望你对此不会笑得太夸张,但他们是否会要求获得权利呢? 所以说,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我们没有对其进行处理,那么,我能看到一个未来,这些机器人会不断适应和学习,他们可能会说, 嘿,这应该是一项基本的权利,我希望在他变得糟糕之前,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未来吗? 如果他们问我们,是否受到歧视,这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吗? 取决于他们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什么样的角色,对吧? 所以,如果我现在考虑一下,你要小心你说什么,因为50年后的机器人会听到这个,并且,你会在电视上说, 这就是机器人学家曾经相信的东西,对吧? 正如我所说的,这是我的偏见,我的机器人朋友们会理解的。 所以如果你想想,我实际上把这个放在了机器人学家的角度来分析, 你不必把机器人看作是有人类权利的人类,而可以把他们看作是财产或者动物的一种形式。 但是,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具有不同类型的权利,动物作为生命体有自己的权利,但他们没有投票权,不能写作,可以安乐死。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如果我们虐待动物,我们会被送进监狱,对吧? 所以,他们有一些保护他们的权利,但不给予像公民身份这样的权利。 然后,如果你考虑财产,财产的权利是与个人相关联的,对吧? 所以,如果有人破坏你的财产或者偷走了你的财产,就有一些权利,但是这些权利与拥有者相关联。 如果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谈到过社会发生了变化,妇女被视为财产, 她们被认为没有权利,她们被认为是别人的财产。 对啊,攻击女性意味着攻击另一个人的财产。 所以,我的设想是,在某个时候,我们将建立某种规范,但它可能会不断演变。 如果你现在看看妇女的权利,一些国家还是没有,而且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想,这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因此,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我们建立某种基础的世界。 它可能基于财产权,也可能基于动物权利。 如果发展到那种程度,我认为,我们将在那个时候进行这种对话,因为这是我们社会传统的发展方式。 说得很好听,只是出于好奇,Anki, Jibo, Mayflower Robotics,以及他们的机器人Cury, Sci-Fi Works, WeThink Robotics, 这些令人惊叹的机器人公司都是由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器人专家领导创建的,但最近却都倒闭了。 你为什么认为他们没有持续多久? 为什么运营一个机器人公司如此困难? 特别是像这些公司一样,基础为HRI人机交互机器人和个人机器人的公司。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有一个我不理解,那就是Anki。 其实这是唯一一个我不理解的,我也不理解。 不,不,我的意思是,从外面看来,我看过他们的报表,我看过数据。 哦,你是说商业上的事情,你不理解,我明白了。 是啊,而且,我看到所有的,我看到那些数据,我觉得,他们似乎有产品市场适配性。 那唯一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个,其他的都是产品市场适配性。 什么是产品市场适配性? 就是,你如何考虑它? 所以,尽管WeThink Robotics正在接近,对吧? 但我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时间到期了。 如果再给他们几年的时间,他们就会没事了。 但其他公司进入市场时还很早,因此,产品市场适配性就是,我有一个我想要以特定价格销售的产品。 市场上是否有足够的人,愿意以那个市场价格购买这个产品,让我成为一个可以盈利的公司。 对吧? 所以产品市场适配。 如果你的成本是一千美元,而每个人只愿意支付一美元,那么,你就没有产品市场适配。 即使你能够以一美元的价格出售,因为你不能这样做,那么机器人有多难呢? 也许你可以看看Erobot, Roomba的制造公司,吸尘器,你能否评论一下,他们找到了正确的产品市场适配吗? 相信人们愿意为机器人付费,这也是所有问题的另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思考Erobot和他们的故事,对吧? 当他们第一次开始,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对吧? 当他们第一次开始时,他们并没有做吸尘器,对吧? 他们主要是合同,政府合同,设计机器人,或者军用机器人。 是的,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的起点,对吧? 然后,他们还在那里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工作。 但是是的,那是最初的东西,给了他们足够的资金。 再试试,吸尘器不是他们第一个约会,在设计产品方面,对吧? 因此,他们能够在找到产品价格市场的同时存活下来,对吧? 即使你看看Erobot,现在的价格点不同于首次发布时,对吧? 那是早期采用者的价格,但他们找到了足够多的人愿意资助。 我忘了他们的亏损情况是什么,头几年,但他们在足够的时间内变得盈利,以至于不必关闭他们的门。 所以,他们找到了正确的东西,仍然有人愿意支付大量的资金,所以超过一千美元的吸尘器。 不幸的是,现在他们证明了一切,找到了一切,现在有竞争者。 是的,这是下一件事,对吧? 竞争,他们有很多人,甚至在国际上,有些产品你可以去欧洲,然后就会发现这个我之前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与任何市场一样,不是坏时机,虽然让机器人工程师感到有点沮丧。 但是我认为,所有现在排名前五或六的公司,并不是最开始进入市场的公司。 Google不是第一个搜索引擎,对,是AltaVista。 Facebook也并非第一个,是MySpace。 想一想,他们并不是最早的那批玩家。 那些最早的玩家,没能位居财富五百强的前五,十名之列,但他们证实了市场,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他们在下一个级别上没有成功。 但是第二批呢? 第二批,我觉得可能会进入下一个级别。 您认为机器人领域的Facebook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好意思,刚才的说法撤销,因为人们因为隐私问题而对Facebook深表不满。 在机器人领域中,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谈论的所有事情都是透明的,让人们深深地信任您,让机器人进入他们的生活和家庭。 第二批机器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后,我们的家里和心里都有了机器人。 因为我试图关注投资机器人领域的风头,所以如果考虑这个问题,目前只有一批与第一批类似的公司在焦点之中。 而且现在所有这些自动驾驶X公司也都在获得风头。 我不知道他们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但是有许多协作机器人的公司正在获得风头。 有些公司的机器人味道有点像Rethink Robotics,还有一些则有点像Jury的风格。 什么是协作机器人? 通俗来说,就是机器人和人类在同一空间内共同工作。 因此,有些公司的重点在于制造业,在工厂中让机器人和人类协助工作,而有些协作机器人则是在家庭、医疗机构等领域使用。 虽然不同的公司在产品上有所区别,但我们认为像Rethink Robotics这样的公司至少在这个领域是最早为人所知的。 我不清楚这是否是第二批,或者是否还属于第一批公司。 此外,在自动驾驶领域中还有许多其他公司。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公司。 现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多未知数。 当然,只有经过验证后,才能说这是第二批公司,不是吗? 确实,我们需要一头独角兽。 你认为为什么人们会对向Boston Dynamics所开发的带腿机器人或者其他机器人感到害怕? 如果你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恐惧,你会怎样看待它? 人们应该害怕吗? 我不认为人们应该感到害怕。 但有一个前提,即我们大多数人都理解需要改变某些东西,对于那些不改变的人,他们应该是很害怕的。 那么需要改变的维度是什么? 包括思考后果,伦理问题及正在进行的讨论。 现在,我们不再是单纯的部署一辆可能会撞死过路行人的车,我们正在铺设这些道路,而道路上有人,一辆车也可能成为一种武器。 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案还没有到位,但人们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需要在发送这些系统,机器人,医疗和自动驾驶,以及军事设备时,要有道德责任感。 虽然军事设备不常被谈论,但它们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确保它们能够理性地思考,甚至进行对话,讨论谁应该扣动扳机。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作为社区开始更多地思考这些伦理问题,人们就不应该感到恐惧。 我认为,投资回报和正面影响将超过任何潜在的负面影响。 你是否担心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成为存在威胁? 有些人在未来十年,几十年中对此进行浪漫化描述。 不,我不担心。 单一性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的观点是,记住,机器人,人工智能是由人设计的,它拥有我们的价值观。 我总是把它跟父母和孩子相比较。 作为父母,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比我们过得更好。 我们希望他们拓展事业,体验世界。 随着我们变老,我们的孩子会变得更聪明,更优秀,更有智慧并有更好的机会。 他们甚至可能停止听我们的话。 但他们不会去杀死我们,对吧? 因为我们已经在他们心中灌输了价值观,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社区。 即使你更聪明,更有钱等等,关键还是爱和关怀的关系。 这就是我的信仰所在。 所以,即使我们在1980年创造了某种过时的系统,突然间它也进化出了单一性。 它可能会说,我更聪明,我有感知能力。 这些人类真是太愚蠢了,但我觉得还是留着他们吧,因为情感上的价值,可以偶尔回来参加感恩节晚餐。 没错,就是这样,说得太好了。 你也说过,黑客帝国可能是你最喜欢的人工智能电影之一,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原因吗? 没错,它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因为它代表了我想的所有事情。 所以,机器人和人类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对吧? 这种共生关系在于他们不会摧毁我们,而是奴役我们。 但是想想看,即使他们奴役了我们,他们仍然需要让我们快乐,对吧? 为了快乐,他们不得不创造出这个糟糕的世界,然后生活在其中,对吧? 这就是整个前提。 但是,有些人类有选择的权利,对吧? 就像你可以选择留在这个可怕的,充满异常,完美但不准确的幻想生活的世界里,或者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并有可能几天没有食物,但你完全是自主的。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 所以,不一定是我们被奴役了,但我认为,我们有一种共生关系。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即使他们变得有感情,他们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会像我们一样遭受痛苦。 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平衡,以建立一种共生关系。 对,你还有道德家,机器人专家,他们说,不行,这得停下来,我会选择另外一颗药丸来做出改变。 对,如果你可以安全地和一个机器人在一起度过一整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来自科幻电影,书籍中的,你可以挑选他或他,或他的脑子,你会选择谁? 我必须选择Data。 Data? 我本来想说罗西,但我并不真正对他的大脑感兴趣。 我对Data的大脑感兴趣。 数据处理之前还是之后,加入情感芯片? 是之前,但你不觉得如果之后加入,会有更加有趣的对话吗? 是啊,那会更加戏剧化。 而且作为人类,我一直都在应对戏剧。 但我之所以想要跟Data交流是因为我可以和他交流,例如,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伦理问题。 他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来给出答案,并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我一起思考。 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向他提出一些基本的问题,他也会帮助我学习。 这让我很着迷。 谢谢Ayana与我们交谈,这是我的荣幸。 非常感谢。 这真的很有趣。 谢谢您聆听我们的对话,感谢我们的赞助商CashApp。 下代他,使用优惠代码Lex Podcast,你将获得10美元优惠,另外10美元将捐赠给First。 这是一个鼓舞数十万年轻人,成为未来领袖和创新者的STEM教育非盈利组织。 如果你喜欢这个播客,请在YouTube博上订阅,Apple Podcast上基于五星评价,Spotify上关注,Patreon上支持,或者只是在Twitter上跟我联系。 现在,让我用阿瑟克拉克的智慧之言,结束这个话题。 无论我们是基于碳还是硅,都没有根本的区别。 我们应该得到适当的尊重。 谢谢你的收听,希望下次再见。